新年一时,移民局给大家发送了一份新春大礼包 往常的邀请分数都是470分请 今天破天荒来了一个零头,只要75分 是的,你没看错 75分,总共邀请了27,332人 这是把池子当中所有符合Canadian Experience Class的人全部都邀请了 受到邀请的小伙伴就表示 哇,真是过大年了,终于会跟雅思分手了 而没有入车的小伙伴表示 哇,真是亏大了 今天的心情一点都不美丽 那移民局的这一波操作呢 显然希望通过移民来推动加拿大的经济 虽然说这2万多人能够带来的利益逼近有限 但是更重要的其实是要告诉全世界 加拿大希望吸纳移民的一个决心和政策 希望能够以此来吸引更多的移民 让他们带来更多的金钱,劳动力还有就业 其实移民局以往的邀请人数一般都是3000人左右 而这一次呢,一下子就是9倍的量 大家都纷纷惊呼,房价又要起飞了 2万多人就能够左右多伦多的房价了吗 我觉得这显然太夸张了 但是今年的房价肯定是要涨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卖房 现在就要开始打理房子了 并且呢,要随时关注房市 现在呢,大多数卖家都是吸卖的 因为大家都希望等到价格涨上去再卖 但是呢,难保那个时候会不会有更严重的一波疫情 也有可能会因为大量房源同时上市而导致供过于求 那么卖房呢,最重要是看准一个供不应求的时候 所以我常说呢,卖房最重要的就是时机 如果你想要买房 尤其是想要捞底Downtown的Condo 现在时机已经到了 如果你是海外买家 需要付海外买家税 也千万不要等了 尤其是那些符合退税资格的人 因为去年的多伦多整体的涨幅是12% 用不了多久 你的15%就已经涨回来了 好了,不多说了 我要去看房了 蔡次见,回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